hello 大家好呀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约技师吧 首先要分析一下客户哈 一般的客户呢分为两种 先说一下第一种吧 第一种的客户他就是比较直接哈 他不想要感情方便的投入 就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个技师 然后我对他比较有感觉有生理上的需求 这种客户呢他一般都会以金钱作为铺垫 只要你有足够的诱惑 其实约数据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然后还有一种客户呢 他就是比如说精神上比较空虚呀 然后遇到一个谈得来的技师 想和这个技师做长期的朋友 那像这种的话呢 我就有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吧 遇到这种情况下 你首先要对这个技师有足够的安全感 什么是安全感呢 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就是你每次去按摩的时候 你不要对他动手动脚了 就是要尊重他的职业 因为来我们这边按摩的很多人 都会动手动脚的 像这种客户他们约我们出去的话 我们是不会出去的 因为我们对他的印象首先就不好 没有安全感 就是不可能会跟他出去吃饭呀 看电影呀 假如你跟这个技师有足够的安全感 他才会跟你出去吃饭的 或者有更多的交往 如果说这个技师他第一次跟你出去了 就是不管吃饭呀 还是看电影呀 结束了之后 你千万不要跟他提 其他方面的要求 这样子的话 就是他会对你的印象提高很多很多 有助于你们以后更多的交往 他也愿意跟你交往下去 因为他对你产生了更高的信任度 嗯那好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希望我的分享能给你们带来一点 想要的意见 好了拜拜